第269章 他女王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 力量减弱了许多 不然的话 恐怕呀 今天硝烟真的会被他直接给宰杀了 心有淤气的吐了一口气 硝烟缓缓的站起身来 移动的目光突然停顿在了 那犹如一条火蛇一般 不断沿着身体上下飞舞的青色火焰之上 顿时愣了愣 旋即嘴巴微微张了开来 这条青色火焰长边 先前硝烟在退闪之时 随手一拉 便是将之创造了出来 那般轻松的模样 似乎并没有让得他费多大的精力 在火焰长边被拉出之后 他便是脱离了硝烟的手掌 然后自动的沿着硝烟身体旋转 那股姿态宛如是具有灵性的护主神物一般 双眼愣愣地望着那盘旋在周身的青色火焰城边 硝烟嘴角微微抽搐 虽说经过二十多天的训练呢 他对青莲地心火的控制程度熟练了不少 可他心中清楚 凭自己那点控火能力 想要把前者控制得这般如自己手臂般的灵活 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 出现在面前的事实 却是让得他在狂喜之余满头雾水 愣了一会儿 硝烟缓缓地回过神来 伸出手掌轻轻地触摸着那盘旋的青色火焰城边 手掌初一接触到青色火焰 后者便是极为听话地化为一簇青色火焰 粘附在了硝烟手指之上 微微翻头 食指彼此点动 然后逐渐拉开 顿时 十道细小的青色火焰线条便是被拉伸了出来 双掌舞动 手掌上的青莲地心火 时而生腾 时而下窜 那般灵活的模样 比起前几天硝烟制造丹药之时 不知道墙上多少 究竟怎么回事 望着那随着心念转动之间不断变换为各种形状的青莲地心火 硝烟脸庞上的错愕越来越浓 在控制着后者之时 他分明地感觉到青莲地心火对自己的亲密度较之以前明显地暴增了好几倍 而以前那股若隐若现存在的抗拒之感也是悄无声息地减弱了许多 皱着眉头沉沉了许久 硝烟心头突然一动 低声喃喃道 难道是因为那火莲子的因故 心中闪过这一念头 倒是让得硝烟那略微有些明误了起来 火莲子与青莲地心火同出一体 如今自己将火莲子的精花能量吸收进入体内 倒是在误打误撞间 使得自己身体与青莲地心火的契合度越来越完美了起来 随着这一般分析 硝烟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了开来 一抹欣喜呀浮现脸庞 他没想到 否用了火莲子竟然还有如此意外的奇效 这骤然提升的契合度 简直是比将伤势完全修复 还要让硝烟兴奋 毕竟伤势啊迟早都能痊愈 可这身体与青莲地心火的契合度 却唯有依靠着时间的磨合 才能够缓缓地提升上去 所以这般比较 两者谁更珍惜与实用 一看便知 脸庞上带着些许喜意 硝烟目光紧紧地盯着食指上的青色火焰 火焰微微如动 片刻后 竟然是在指尖处 凝聚成了十条顶端部位 极其尖锐的火刺 由于压缩使然 这十条火刺上所蕴含的破坏力 无疑颇为强烈 屈指轻弹 是条尖锐火刺 猛然爆射而出 炙热的劲气 在他们身体之外 形成了一圈细小的青色光膜 在这些火刺即将射中墙壁之时 硝烟手指微弯 顿时 那爆射而出的火刺 便是犹如受到了牵引一般 猛然地调转过头来 原路返回地对着硝烟射来 微笑着 望着那些回射而来的青色火刺 硝烟手指平摊而出 而那十条火刺 则是静止地射进了硝烟手指之内 手掌上的青色火焰缓缓消散 硝烟望着那没有丝毫伤疤的手掌 惊叹地点了点头 以他以前对青莲地心火的操控 明显不可能达到将之释放出去之后 然后再度地将之收回来的地步 而如今在吸收了火联子之后 硝烟对于溢火的操控度 已经能够让他完成这种高难度的控火动作 每一次青莲地心火都需要硝烟动用不菲的斗气 才能从气旋之中的那灵内将之调动而出 若是这些异火在击射出去之后 便是不再回来 那无疑是一种极为浪费的奢侈举动 若是在战斗之时 这种灰火 可是在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所以 如今竟然能够自如回收发射出去的溢火 硝烟自然是在心中 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 再度把玩了一下 那变得极为乖巧的青莲地心火 硝烟啊 这才缓缓地将之全部收入体内 手掌对着巡浮在半空上的青莲做一招 顿时后者化为一道青芒 飙射进了纳戒之中 将东西收好 硝烟伸了一下懒腰 浑身的骨头啊 在互相碰撞间 发出了一阵霹雳啪啦的声响 舒畅而力量充盈的感觉 让得硝烟舒畅地吐了一口气 紧握的双拳狠狠地挥击而出 拳掌翻转之间倒也是虎虎生风 颇有一番不俗的架势 感受着肌肉紧绷间 乍然爆发出的那股恐怖劲气 硝烟微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这次的重伤让得自己吃尽了苦头 可不管如何 现在的这具身体 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绝对将会是超过受伤之前 这一般看来 此次受伤啊倒也是不吃亏了 立在原地 硝烟微闭着眼眸 心神沉入体内 飞速地巡视了一圈 然后睁开眼来 拳头为我轻笑道 哼哼 经过火莲子的那般灌注 想必现在已经应该具备了六星斗士实力了吧 欣慰地笑了笑 硝烟那缓缓走向床塔之旁 望着那盘在被子上的吞天蟒 嘴中发出了一阵黑黑小声 望着那缓缓走来的硝烟 吞天蟒担子的舌头啊 盯了他一眼 旋即不再理会 偏过头来 将身体软绵绵地 躺在了柔软的床塔上 显然 先前硝烟那般突如其来的 灌注能量的举动 让德出具灵智的吞天蟒 心中啊 若微有些忐忑 乔德那犹如小孩赌气一般的吞天蟒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伸出手来 温暖地抚摸着他的身体 乔德呀 依然没有反应后 只得苦笑着从那戒中 取出一瓶半生子晶圆 然后打开瓶盖 一股略带着淡淡香味的炙热气息 缓缓地冒腾了出来 紫晶圆刚刚拿出那剑 那软绵绵趴在床榻上的吞天蟒 便是猛地立起了身子 转过头来 瞧得硝烟那笑眯眯的脸庞 再瞥了一眼 那冒腾着淡子烟雾的紫晶圆 蛇童中掠过一抹渴望 迟疑了半想后 实在是忍不住心中的蝉意 甩动着尾巴 快速地游至硝烟面前 蛇心吐缩之间 发出嘶嘶的声响 笑眯眯地将瓶子移下 吞天蟒尾巴一甩 身体化为一抹光影 闪电般地出现在了瓶子之前 脑袋一叹 蛇心那直筋伸进瓶中 贪婪地吸取着 由于这一次 有心想要消除小家伙心中的怨气 所以硝烟那 也并未阻止他这般贪婪地吸取 只失望着 那在瓶中缓缓下移的紫荆元 脸庞上闪过一抹肉疼 当瓶中的紫荆元 被吞天蟒吞噬了 将近十分之一的量时 他终于是停止了继续吸取 脑袋呀略微有些迷糊地 从瓶中扯了出来 担子的舌头之中 竟然闪过一抹醉意 望着那摇摆着脑袋 打着晃得吞天蟒 硝烟那苦笑着摇了摇头 小心地将紫荆元收好 手掌抚摸着 他那略微有些滚烫起来的身子 无奈地说道 小家伙 现在该满意了吧 吃人嘴短啊 这一次 吞天蟒倒是并没有在躲避消炎 甩了甩修长的脖子 舌头中突然涌上一抹紫芒 舌嘴一张 砰得一声闷响 一道紫色火焰呢 猛地从其嘴中暴吐而出 汹涌的火焰 准瞬间便将房顶上的木梁啊 烧成了一堆漆黑的木炭 缓缓抬起头 望着那发出咔嚓声响的 漆黑木炭柱 萧炎嘴角微微抽搐着 片刻后低下头 望着那犹如打嗝一般 不断从嘴中喷出 一簇簇火苗的吞天蟒 萧炎哭笑不得地摇里摇头 这家伙 真当紫晶圆能够胡乱吃的吗 其中那浓郁的 令人发指的紫火能量 可是能够轻易地 汇聚成杀伤力不弱的紫火呀 那东西 即使是当初的云芝 也是忌惮不已呀 无奈地望着那犹如嬉戏一般 偶尔喷出一簇火苗出来的吞天蟒 萧炎叹了一口气 刚欲起身 收拾狼藉的房间 身体突然凝固 目光紧紧地望着那些紫色火焰 一道念头 悄悄地从心底深处 冒腾了出来 若是使用这些紫晶圆 所造出来的紫火 与青莲地心火相融合 最后弄出来的佛怒火莲 威力即使比不上正版 想必也应该不弱吧 而且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必也能控制住吧 手掌缓缓地摸索着下巴 萧炎低声喃喃道 房间之内 萧炎缓缓地摸索着下巴 满脸的沉烟之色 半想后 手掌一翻 一个透明的瓶子便是出现在了手掌之中 瓶子内 盛装着一瓶半生紫晶圆 解开瓶盖 萧炎手指伸紧 小心地粘了一点 顿时 手指处便是传来一阵火辣的疼痛 伸出手指 萧炎眼睛紧紧地盯着指尖的一滴紫晶圆 体内痘气流淌着 然后透过手指 轻轻地触摸了一下 那滴紫色的紫晶圆 顿时 砰的一声轻微闷响 一缕细小的紫色火焰 从指尖处升腾而起 炙热的温度 让得萧炎眼睛微微虚眯了起来 温度不错 不过可惜 一滴紫晶圆所造出来的紫火 实在是有些少 笑着点了点头 拳击萧炎那略微有些惋惜地说道 紫晶圆的所存并不多 若是一滴能量只能造出这点紫火的话 那可是有些得不偿失呀 萧炎盯着那瓶半生紫晶圆 皱眉低声道 不过这个小家伙也没吸取多少 怎么吐火吐得像喷火器一样 缓缓偏过头 萧炎望着那吐得不亦乐乎的吞天蟒 疑惑地倒 目光紧紧地盯着床榻上的吞天蟒 半想之后 萧炎眉头轻挑 经过一阵观察 他发现 在吞天蟒即将喷出紫火的刹那 其嘴中的几颗獵 似乎是渗透出了些许唾液 而那些细微的紫色火苗 在与这些唾液相遇之后 体积便是骤然间地暴涨了将近十几倍 难道是因为唾液的缘故吗 嘴中啊 低声喃喃道 萧炎微微一笑 手掌翻转间啊 一个空瓶子出现在了掌心中 旋即笑眯眯地对着吞天蟒 缓缓走去 经过一番让德人满头大汗的折腾 萧炎终于是在吞天蟒那幽怨的目光中 从其獠牙下 刮下了小万瓶的淡青色唾液出来 放在鼻下清秀了秀 那股竟然略微有些淡淡香味的唾液 萧炎面色古怪地摇了摇头 瞟了一眼床榻上的吞天蟒 心中嘀咕道 小家伙 难道也是个母的 轻轻地把玩着手中的两个小瓶子 萧炎沉吟了片刻 突然手掌一招 从那戒中将暗红色的药顶啊取了出来 然后放在桌面上 屈指轻弹 几缕青色火焰飙射而出 顿时药顶之内便是生腾起了炙热的火焰 瞧得药顶内翻腾的火焰 萧炎将手指轻触摸着那戒 又是从中取出了几株通体火红 一看就知道是蕴含着火系能量的植物 手掌一挥 将它们丢入药顶之中 然后控制着青色火焰 经过反复的提炼 将之炼化成了一团红色的坟墨 戴德红色粉墨出现之后 萧炎用两根空心针管 分别吸取了一滴半生紫晶圆 以及吞天蟒的唾液 然后将之头射进了药顶内 望着药顶内生腾的火焰 萧炎微微一笑 食指灵活地跳动着 而那些青色火焰 也是随着其心念转动之间 不断地增温与降温 虽然这种快速变化火焰温度 极其考验炼药师的控火能力 不过经过服用火莲子之后 此时的消炎 明显已经具备了操控这种繁琐步骤的功力 药顶之内 青色火焰妖娆而舞 半想之后 炙热的温度逐渐退去 汹涌的火焰也是缓缓消退 最后窜过通火口 化为一缕细小的火焰 钻进了萧炎手指之间 虽然炼药时候啊 消耗了许多 不过能收回一点啊 也是一点 望着那缕窜进体内的青色火焰 萧炎笑了笑 屈指轻弹 一缕进风将药顶盖子击落了下来 手掌一招 三枚红色丹丸便是飞射出去 稳稳地落进了萧炎掌心之中 把玩着手中这三枚丹丸 萧炎嘴角啊 忍不住地浮现一抹笑意 这种丹丸 根本不能称之为丹药 因为它们根本不具备 任何丹药的特性 这东西只要水吞进了肚内 不仅没有丝毫好处 反而说不定会把自己啊 搞得颇为凄惨 手指碾着一枚红色丹丸 消炎将之含进嘴中 微微搅动 戴德感受到嘴中飞速化开的 炙热能量之时 体内斗气迅速汹涌而上 然后与那股炙热能量 碰撞在了一起 再碰撞的刹那 萧炎嘴巴微张 一团炙热的紫色火焰 猛地喷了出来 然后隐隐地落在了 那被斗气包裹的手掌之上 熊熊燃烧颇具威力 嘴巴轻吐了一口 灼热的气息 萧炎低头望着 那生腾在手掌上的紫色火焰 这次的紫火能量 倒是达到了 与青莲地心火相容的量 当下萧炎轻松了一口气 一滴紫晶圆 一滴吞天蟒唾液 一些火焰属性药材 这几样东西 能够取得这般效果 已经是颇让他满意了 就叫这东西为紫火丹吧 抛了抛手中的两枚红色丹丸 萧炎那咧嘴笑了笑 现在的他非常想试试 用青莲地火心与紫火相容 所制造出来的佛怒火莲 究竟能有多大的威力 现在似乎是需要一个肉靶子啊 拿着紫火丹 萧炎脸庞上涌现一抹笑意 转身将那喷火喷累了 睡着了的吞天蟒放进绣袍中 然后笑眯眯地行出了这摇摇欲坠的房间 去寻找着肉靶来饰演这山寨版的佛怒火莲 威力能有几何 墨铁拥兵团的训练场上 此时啊正是团内每天集训的时日 因此训练场上众多团员簇拥其中 顶着炎日大汗淋漓地彼此较量着身手 在广场的一处烟凉处 萧鼎一行人正站于其上 目光偶尔扫过场内 微微点着头 沙罗先生 看来杀之佣兵团的兄弟和大家相处得不错呀 这段时间真是有劳你了 望着场中那些因为这段时间的磨合 隔阂呀明显消除了许多的两团佣兵 萧鼎转头对着一旁的沙罗笑道 这些可都是萧鼎团长的办法 我只不过是知情而已 沙罗摇了摇头 嘴角含着敬畏的瞟了一眼旁边的海波东 在一次偶然之间 他可是见过这位老人出手 因此他非常清楚 这位看似不起眼的老人 拥有着何种庞大的实力 而能够将之邀请住在佣兵团中的萧炎 则也更是让德沙罗心中多出了几分忌惮 当下乔得萧鼎发问 赶忙客气地回道 萧鼎自然是知晓厚着心中的忌惮 当下与之笑谈了几句 然后便是偏头望着一旁斜靠着树干 满脸愁眉苦恼的海波东笑道 哈哈 海老先生 石墨城的药铺没有你所需要的药材吗 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去附近的城市帮你搜索了 若是有消息 应该很快就能回报的 还是你小子有心呢 萧炎那家伙自从把这些药材告诉我后 便是缩在那院中再也不出来了 闻炎那海波东脸庞上 这才露出了些许笑意 对着萧鼎说道 背后说人坏话貌似不太好 淡淡的笑声突然从众人身后传来 熟悉的声音让得几人赶忙回头 望着那笑音音行过来的萧炎 你的伤好了 望着那气势比以前明显更为精神的萧炎 海波东苍老的脸庞上闪过一抹诧异 恶然地问道 嗯 萧炎那笑着点了点头 唉 果然是个变态 那么重的伤不到一个月就完全康复 乔得萧炎点头 海波东顿时苦笑着摇了摇头 同时心中也为萧炎的手段感到心惊 笑着摇了摇头 萧炎与萧顶几人笑谈了一会儿 然后目光突然飘到一旁的沙罗身上 微微一笑笑容啊却是让得后者略微有些发毛 萧炎团长 望着缓缓走过来的萧炎 沙罗赶忙打着着火 沙罗团长 在墨铁拥兵团还习惯吧 萧炎笑眯眯地问道 瞧着萧炎的笑容 沙罗赶紧点头 如今墨家大长老死亡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整个加玛帝国东部省份 虽然别的人那或许不太清楚 是何人所下的手 可沙罗心中却是清楚 那下手之人 绝对便是面前这人畜无害的少年 沙罗先生 闲来无事能出来帮我试验一下东西吗 萧炎笑道 玄机不等沙罗点头 便是抬脚对着阴凉之外行去 虽然如今实力便回了斗师级别 不过萧炎清楚 对待沙罗这种人呢 你态度若是突然和善了起来 他恐怕才会心中暗有怀疑 听得萧炎的话 沙罗一愣 玄机哭笑着摇了摇头 抬脚跟了上去 一旁的萧顶萧利几人呢 瞧得这怪异的举动 都是不由的对视了一眼 然后也是好奇的跟了上去 缓缓地在训练场一脚停了下来 萧炎对着有些忐忑不安的沙罗 微微笑了笑 说道 你待会尽全力防御吧 我想试试 我改造的这东西能有多少威力 文言 萧炎嘴角啊 一哆嗦 脸色略微有些泛紫了起来 原来 这是要拿自己当靶子呀 萧顶几人 皆是墨铁拥兵团的高层 瞧得他们簇拥在这里 顿时 训练场上的其他团员 也是围拢了过来 好奇地望着 其中的萧炎与萧炎 当心点 对着脸色青紫的沙罗 提醒了一声 萧炎手指一晃 一枚红色的丹药啊 出现了出来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丢进嘴中 慢慢嚼动着 片刻之后 嘴巴微张 一团炙热的紫色火焰 喷了出来 稳稳地落在了 斗气所隔离的手掌之上 轻轻地抛着 这团紫色火焰 萧炎笑了笑 右手平探而出 青色的火焰 缓缓地生腾而起 望着那两手颜色 结实不同的火焰 海波东 微微愣了愣 旋即 脸色一变 喃喃道 奶奶道 这小子 难道 又想来哪招 在海波东眼中 逐渐泛起惊恐之时 场中的萧炎呢 竟然是真的开始了 缓缓地将双掌 合了起来 瞧得萧炎这一举动 海波东脸色 终于是完全变了 脚掌猛地一跺 身形便是在众人 那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闪电般地标射上了天空 跺着脚 尖声道 萧炎 你个疯子 上次没把人搞死 你这次还想来 抬头望着 那在半空中 暴跳如雷的海波东 萧炎满脸错愕 他没想到 那老家伙 竟然会如此惧怕自己的 那佛怒火莲 呢 你能够对什么